山川庄里 武禅风龙 烟黄石舟 东亚成熊 不自保自欺 不孤不自封 光我民族 促进大头 穿越为天 变怀朱仙烟 小城不宜 磨土进宫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我希望你對中國的見聞 應該先說社會專家的性格值觀 因為我後來找回我以前的相片 你知道iPhone的相片可以保存很久 我插回我剛才說三四年前回中國 當時我在環境場拍一張相片 我發現原來是三四年前 已經有社會專家核心價值觀 而且那十五年 我到時發明了八次吧 不是啊 我到時發明了 就是社會專家核心價值觀 就是那十二個字 就是一共二十四個字 不是啊 就是社會專家核心價值觀 我當時在環境場貪得意 根本是個人影響了 但當時還沒有那麼明確分類 現在已經分類分得很清楚了 什麼國家富強 什麼社會要不知怎樣 人民又要不知怎樣 分三大類的 這次回來我就覺得 中國人的智慧真是無窮無盡的 因為給我的感覺 就是上頭訂訂單 訂了錢下來 我們現在大力宣傳這二十四個字 社會專家核心價值觀 你自己搞吧 在廣州街頭或者廣東任何地方街頭 或者我在廣東這個區域 幾個城市活動 我看每個城市都有 而那些廣告牌就跟以前 我說三四年前是非常不一樣的 以前很明顯就是 阿屌你不要把長城上去 把天安門廣場上去 把人民紀念碑上去 那幾個字就引在上面 然後五星紅棋一飄揚 就實在了 是吧 是呀 屌你不要亂來 把所有東西放在一起 但現在不是 我知道中國人民是 現在有黑了很多 很有智慧 因為我猜可能上頭 真的頂了很多錢下來 以前有預算有限 設計一個東西 複製點貼 貼到最後也是就算帳了 現在不是 它是因地制宜 因應你當地的地方 譬如說我去過頂湖山 頂湖山 宣傳這二十四個字 是要有頂湖特色的 不是萬里長城 不是英文廣場 是頂湖當地的景色 接著那次我在廣州搭地鐵 又看到地鐵的廣告牌 是有廣州五層樓 在如秀山上面 又有廣州塔 各種的東西 是因應廣州本地的 接著我去 我不是去 我純粹是坐車經過河南那邊 因為河南那邊 因為河南是以前黃埔軍校的子弟學校 接著 他就結合了黃埔軍校的親愛精誠 在那裡 真的不加賤 想知道恨心價值觀 如果你不知道 不如你去台灣人 你過來 有沒有國民黨 是不是已經佔領在那裡 有什麼國民革命 那些全部貼在那裡 是歪斜的 你知道那些恨心價值觀 二十四個字 我現在才讀出來 因為 只是說 就像你一樣 現在要你陪 你應該陪不到幾個出來 是吧 你也數到幾個 數什麼 社會主義心價值觀 我一個都數不到 一個都數不到 我一個都數不到 它是分三大類的 國家層面的 就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 一共是八個字 然後 社會層面的就是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然後個人層面 普通市民 就是愛國 經驗 誠信 友善 一共是三大層面 二十四個字 十二樣東西 所以 如果你去廣州街頭 你認真看一下 可能他就抽其中一個 不如民主 然後他就寫 很大的民主兩個字出來 然後下面就解釋 民主是怎樣的 然後可能是自由 然後很大的自由 然後又變成 你感覺上 就是 共產黨 是不是已經 跟西方國家 沒有什麼分別呢 又民主又自由 又平等又法 全國派 然後還給我們 是 是不是改邪歸正 共產黨 可能他的 和 外國人對 democracy的 的 definition 以後那些不同 但anyway 我們是 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 我們沒有自己的想法 他包容了所有東西 那你是否反對民主 你不反對民主 你不反對自由 平等這些東西 你法國人 你都沒有人反對 所以 你只這樣看 你會覺得 這個社會很先進 不斷宣傳這些 是無處不在 我都說你閉上眼 任何一條街 任何國內都看到 連那些 我去我老婆家的小區門口 大大廣告派 就是這樣 這24個字在那裡 任何一國內 你沒可能見不到 而且最屌欺的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 他怎樣去組織這些東西 譬如你平時 你經過一些工地 譬如未來 你建一個樓盤出來 或者建什麼都好 他通常一圍住工地 他會自己圍住那裡賣廣告 就是 我什麼什麼樓盤 他現在不讓你 他不讓你只賣自己的廣告 他要把你的社會主要收價值觀 和你的廣告連在一起賣 你不可以很突压地 你不可以放一塊上去 隔壁賣自己的廣告 都不行的 你要融為一體 你把房子的概念 融入社會主要收價值觀 令人感覺不到 我到時發給你 真的很狹窄 賣一些廣告的樓盤廣告 都融入社會主要收價值觀 他沒有一件事 不只是樓盤的 可能有些小廣告 他就不在乎 凡是有大一點規模 他就叫麻煩 用我這24個字進去 所以你看到 那些廣告派 就是跟以前 因為以前那些 是令你又不漂亮 他就很噁心 好像硬折你吃糞 這就不同了 糞就拌在飯裡面 拌在魚生 拌在好吃的東西 而且糞可能脫掉了 是啊 包裝那些 你不會覺得是糞 民主自由平等法治 很厲害追求的東西 就在這裏 你每次追求的東西 死了豬 心裡是一隻骨 比如說人家以前 好像喝咖啡 以前叫貓屎咖啡 其實我告訴你 人糞味 都是一樣的 巧克力 其實都是一種潮流 你等一下才這樣說 其實我是知道 平時我坐幾次 可能都是因為我看太多 你疲勞 這個是因為疲勞 而且因為它吸引不了我 或者社會發生價值 對於我來說是缺乏可能力 所以我不會被它捉住我的頭 但是我看到更加多 就是那些腹挖 你那些不是很多年前的 復活 08年 不是不是不是 Sorry 就是中國那些 那些 那些 那個中國夢 那些 那些 中國夢 那些 我真的會 或者我這樣說 我專門角度出發 我去分析這件事情 但是我又提示 只要我跟我說 其實我全部都聽過 我當是熟悉的 因為我們做research 尤其是brand research的時候 最喜歡做brand equity 或者是否做equity equity 我都習慣到equity 那個equity其實它是幾個部分組織的 大家才說的那部分其實都是靠訂錢去搞一碟的 其實就 對brand來說沒有什麼太下作用的 有用但是意義沒有相關那麼大 其實在我下最重要的那部分其實就是 我們說叫做overall opinion 就是好感度的話就叫 再就是那個intention 就是你吸引人去覺得這件事 那我們就會發現 其實頭兩刻你靠訂錢就可以了 但是後面那兩部分真的要來實實了 再去做事才可以搞得到 我覺得其實共產黨是壓力了這件事 因為我昨晚和我女朋友吃飯的時候 我們就講起了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在講移民一些東西 然後就講起其實都挺可悲 中國等等等等 我們就會提到其實很多中國人 其實對於中國其實是沒有什麼感覺 至少對於我們這一代 和對於我們上一代來說 就是我們80年代出生的人 對於這個國家沒有什麼感情 是對於國家沒有什麼太大的感情 因為他和我專門提過 說有一個朋友的父親 是他的同學的父親 以前他沒有學到master的時候 有他的同學的父親 就六十幾歲了 然後就排隊終於去到美國 然後去到美國之後 就是做什麼呢 因為英文不行 那你又在那裡要炒股 那我猜他炒 你又炒了A股 是啊 為什麼不炒美國 然後呢 因為我老婆 應該不會看新聞 所以他炒了A股 那他老婆回到大陸 因為實在受不了那邊的生活 就是分居異地兩個 是兩個分居 即是六十幾歲的人 但是他還是要走 聽說其實就是 就是瘋狂年代受到了瘋狂的略代 然後另外一個人 因為我跟他說了一個Point 其實我覺得是很諷刺的 我就說這個國家培養出來 是最出色的人才 其實到最後都是走了 其實現在很多移民的主力軍 其實就是現在四五十歲的批人 那一批人其實經歷過大八九六四 所以很多人走了 然後再往上那些 可能八十年代走那一批人 那就又大十年那些人 那我朋友就說 是的 他說我以前在澳洲讀書的時候 房東就是上海人 那他就是八九年那段時間之後走的 然後他就說 共產黨政府給我一百萬的報紙 給我了 我都不會回去 但是呢 我現在說的都是八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 就是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 或者五十年代那一批人 但是呢 最近我看到一個 我相信是客觀的一個research 是改變了我的認知 關於什麼呢 對國家的認同感 因為這個research 其實它不是用那麼多出來的 它是由 例如說是妄議發出 我想發給你 但是因為我的手機 我當然是用那個手機 你記不記得 你說出來就行了 你記得吧 中國九五後 對國家的認同度 是很靠前的 我知道 我理解這件事 我也認同 不是 我覺得它這個是對的 我們看得到的 不是九五後 九零後都是 其實他們真的會認同他們自己的國家 還有他們會覺得 他們在中國會有更加好的發展 這個是事實來的 而且他們覺得 其實在中國的話 其實它的發展 對於他們來說 可生存的一個價值的話 其實是會優於其他國家 我猜你看過哪些東西 我都看過 你有沒有看網友評論 看了 他們說九五後 因為現在還沒出來 還沒出來做事 而且還沒學會用VPN 之前我教會了我 親戚用VPN之後 它已經立即轉了 這件事我覺得其實不是一個項目 因為我覺得你看VPN又怎樣 其實你看VPN 你看看80年代的東西 6070年代的事情 我始終認為歷史這件事 它不應該成為一個包袱 既然我覺得90年代後 那些人都不知道這件事 或者他們沒有足夠的理性 去面對這些歷史 其實沒有必要讓他們知道 其實才不知道 其實重要度不大 但是我反而是很驚訝的 就是他們這些人 很早就接觸互聯網 因為其實九五後出生的人 我們想回我們十年前 抱歉 不是十年前 我們是二十年前開始用互聯網 其實他們可能幾歲 讀小學的時候 已經在用互聯網 甚至讀寺院的時候 已經可以用的一代 很多社會事實 他們肯定都會知道 包括十年前我們用微博 那時候他們可能會做錯綜 他們都會知道的 但是問題在知道的情況下 他們都會這麼認同這個國家 我其實覺得 從事實的角度去說 我們不要從過程或者因素 我們就說事實 其實是不是共產黨 真的做得好了很多 應該是分開幾個不同的層面 你說如果共產黨的現在 跟以前的共產黨相比 是不是好了很多 這個可能都是事實來的 但是我覺得它 你說九五後對國家的認同 是不同 因為剛才你說的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那群人全部都走光了 因為那群人是經歷過 共產黨最腥蜂血雨的那些 但是九五後那些 他沒有什麼 說得最多就是法輪功 說了些什麼出來 法輪功他們都沒有經歷過 因為法輪功是九百年前後的事 九百年前後 你剛剛學會說話而已 其實他們是沒有見識過共產黨有多 可能對共產黨在新疆西藏 有做過其他事情的 但問題那些 根本看不到 你說什麼 識上互聯網識翻牆那些 沒什麼用的 因為其實它對真正國家發生什麼事 它不太了解 因為它只能夠了解到它周圍的事情 而你說九五後 多數都是東部沿海 它看得到的就是東部沿海城市的發展 這些它感受得到 它不可以配包客 不停跑去新疆 跟新疆人打成一片 有很多 如果是西方學家 如果是共產黨和西方的形式 就會有很多人 就會在那裡反覆它 但是現在是問題 你說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令我想回之前 看有兩條 應該都網易新聞 微博那些東西 一個就說什麼 我最喜歡的 不知道什麼 天團 接著它說什麼 就說什麼外交部 我一個人那篇 說什麼外交部幾個人 我一有型 大概這個意思 其實之前那個韜芬蘭蟹 很紅 這次我回到香港 我都感受得到 那些什麼廣告 一個就是韜芬蘭蟹 一個就是吳亦凡 什麼產品都找他們賣廣告 接著 他們是唱的那首叫什麼 沒有共產黨 沒有新中國 或者不知什麼 我忘記了 那些傳統的紅歌 然後又用他們新的形式 包裝過再翻唱出來 其實共產黨做這些 包括習總提出的中國夢 那些就是我之前說的 叫做National Identity 就是如果一個國家沒有這件事 那我為什麼要做中國人 我為什麼不可以做美國人 為什麼不可以做澳洲人 沒有所謂 就好像之前我剛才說 新加坡的例子 就是新加坡隨時可以不做 新加坡人不做 另一個國家的人 算數都不需要留在一個小地方 但是如果你一旦有些國家認同 那你就可能 啊 這個都是我的祖國 就是你的國家更加有凝聚力 我都是要貢獻我的祖國 就是好像以前 就是中華民國年代的那些人 不是抗戰過的 之前都被賺回來 包括49年之後 又要建設祖國 那些就真的有National Identity 那些是對中國有感情的 但是到後來 你說什麼六七十八十年代的那些人 給整個領導階層的 共產黨折磨到 都心不如死去拆走 還說什麼 有這麼多感情呢 糟了 你有沒有 留回一條命 沒有我拿資產回來充公了 那些人 哈哈 但是95後那些人沒有經歷過這些 沒有經歷過那些 殘酷的社會鬥爭 那些什麼政治運動 所以他們面對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而也有可能 共產黨 就是改國自身 他沒有搞政治運動 他就算搞 都是搞成薄熙來 搞成最頂層的人 他沒有搞普通人民群眾 算是這樣的 這麼多年了已經 沒有拿你出來鬥了 哈哈 哈哈 所以你愛他是有理由的 以前那些人不愛他 也是他的理由 因為他被人鬥過 或者他抵抗老爸沒怎麼被人鬥 哈哈 不是 但是它是一個分層數據 因為那個數據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怎樣 就是他overall的結論 就是說你覺得 這個國家你適不適宜居住 那麼中國的話 其實得分最低的有兩項 就是自然環境 和自由言論 這兩個得分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就說 這個數據是客觀的 其實大家都 我也認同 他的調查是 挺客觀的 他不爭取中國的 呢 都沒有 我沒有 他不是說 他不是說 他不是說